《聖經老家福音》第十三週,現代中文一本。 當時在那裡有人跟耶穌說, 說有一些咖哩禮人在用上的憲罪時, 讓彼陸都殺害。 耶穌說,因為這些咖哩禮人死在非命, 你們就了解他們比其他咖哩禮人更多。 我跟你們說,不是的。 在非你們非禮,你們也會遇到董營的結局。 世俄阿塔倒了時,所得是那十八人, 你們也會比其他咖哩禮人更差嗎? 我跟你們說,不是的。 你們若是無非禮,你們也會董營失望。 接著耶穌對他們說一個譬如, 有一個人在自己的董營, 放了一張無非禮, 他想在桌上找規矩, 卻找不到。 於是,他對風頂說, 你看三年來, 我在這張無非禮, 桌上找規矩, 什麼也沒找到, 終於找到了, 何必八點土地呢? 風頂說, 主人啊, 聽到又寬容一年, 當我歐山已經有的泥頭, 加一杯了。 如果每年結尾幾遍百, 不然你一將會撤掉。 一個安息子, 耶穌在無非禮, 回來教一個人, 有一個父親人, 學生靈父親, 爬了十八年, 腰老是彎著, 不能站立。 耶穌看見他, 就叫他, 對他說, 父親人, 你的腰疼離開你了。 耶穌用手放到他, 他在吸引起腰來, 學了最多。 父親人, 看見他在安息子, 在地面十分手機, 對大家說, 我們有六日, 有好感受, 要在地面, 應該在這六日來, 不應該在安息子。 祝回到他, 你這個結合的人, 難得你們在安息子, 就沒有掏開, 做滅油, 流, 堅氣喝水嗎? 這個父親人, 是阿伯利喊的佛台, 他讓撒旦晃白了十八年, 難得在安息子, 就不應該掏開他的所謂嗎? 也說, 這位讓他的敵人, 都感覺很慚愧。 但是, 觀眾對他, 所做一切祈廟的事, 都很興奮。 也說, 上帝國, 請請什麼呢? 我要拿什麼來比拼呢? 他, 他好比一條掛材經濟, 有人將他爭在自己的方向來, 掛材中大, 他要吃了一張手, 連背照也在他的基點, 大鵝。 也說, 我要拿什麼來比拼上帝的說呢? 他好比拼上帝, 有福人人拿來放四十公升的麵來, 讓全團麵都發起來了。 雅蘇經過很多穩定, 摸到雅六三年去, 沿途咬到人, 有人問他, 主啊, 這叫人沒坐吧? 雅蘇回答他們, 你們就努力, 對阿門進去。 我跟你們說, 有很多人想著去, 曲針不去。 大鵝。 一家主人, 起來拐鳥問, 你們站在門, 我靠門, 說, 沿逝請我們開門, 他要回答, 我不是你們是從哪裡來的。 你們要說, 我不是跟你們做好家, 喝, 你也在我們的大街上, 咬到我們。 可是他要說, 我跟你們說, 我不是你們是從哪裡來的。 你們才會做壞的人走開。 你們看見阿伯的漢, 伊山阿國, 跟仙地, 都在上帝國道來。 你們卻不哭嘴, 在外面的時候, 就要哭嘴, 把自己撤起了。 對當西南北國地, 都有人來參加上帝國來的演唱。 那些做樓越的, 要做大生, 大生的要做樓越。 就在那個時候, 有幾個法律, 西南來跟雅蘇對於說, 你離開這個地方, 到白的地方去, 他會去到時候要帶你。 雅蘇回答他們說, 你們去跟那些人說, 你看, 今天跟明日, 我要關幾地邊, 第三日, 我要完成我的工作。 雖然這樣, 明日後日, 我必須用心走, 因為聖地在雅蘇年以外的地方, 比台是不對的。 雅蘇年啊,雅蘇年啊, 離台後聖地, 還要用九頭炮, 使用上帝, 使用上帝, 取牌到你家來的書家。 哇, 多少次, 要保護你的主路, 親自無家, 中小家, 組織就是國的情形。 可是, 你們不願意。 看, 你們的家鄉, 要變成一片風涼。 我告訴你們, 你們對那, 還要記不住我, 就告訴你們, 說, 願上帝, 書福, 給鳳祖名來的那位。 六甲福音第十三張。